我正在拍XRUN 我不斷說XRUN和不斷說XBOM 它居然就彈了XBOM的廣告出來啊 媽咪啊!Google原來真的在監聽我們啊 Hello 大家好 我是小白 今天你們看TITLE就知道了 我是來開箱耳機的 台灣一間XRUN的公司 就傳了這個耳機給我 叫做ARIO的耳機 那說起耳機呢 其實自從入耳式的耳機開始之後 就是小白的噩夢 小白是超級不喜歡入耳式的耳機 為什麼呢? 因為入耳式的耳機 它那個塞就算是最小的尺寸也好 我不知道是我的耳孔太小還是怎樣 永遠都是不實的 永遠都是會彈出來的 所以其實小白一直都是在用Apple的耳機 加上Apple耳機對於我來說 壽命比較長 我之前買過幾百元的 都買過幾十元的 那它們呢 短質呢 一個月就壞了 可能一個星期就壞了 呃 長質呢 大概半年左右就會壞了 那不止這些耳機的 連那些Headset都是的 那所以呢 Apple耳機就成為了我用了這麼多年的原因了 那這個ARIO的耳機呢 其實它也是一個入耳式的耳機來的 所以我就要用我嚴格的耳機 你評測一下它到底舒不舒服 那呢 事先說明啦 我不是一個對於音樂和耳機的很高要求的人 那我對於音質那些東西呢 其實要求都不是很高 我平時比較少聽歌啦 就算我聽歌多數都是在踩板的時候聽的 還有我都一定不會是玩開耳機的啦 所以呢 這次我的評測呢 就不會那麼專業的 還有我的重點會放在打機上 因為它這個耳機的市場呢 是比較全面的 它就是主打呢 是看電影啊 打機啊 還有聽音樂呢 都可以做到很好的 首先就看看它的包裝外型 那它的盒子呢 也算是挺有質感的 後面簡單地介紹了這個耳機啦 前面呢 這裡就寫著 hi-res audio 打開了之後呢 左邊就看到它的說明書 右邊就是它的主體 耳機 以及一個耳機的殼 那它耳機套裡面呢 還裝著了兩套不同的耳塞啦 那其實呢 這兩套耳塞呢 可以說是它們的產品重點啊 就是這兩套耳塞 可以令到它 無論是遊戲 還是音樂 還是看電影 都可以有很好的感受 橙色這個耳塞的矽膠難度呢 大概是50% 最重是低音 所以就比較適合打機 以及看電影 黑色耳塞的矽膠難度是20% 中高音比較突出 所以比較適合聽音樂和人聲 那詳細規格呢 我就只放在螢幕上啦 大家認識的話就可以自己看啦 那我們這些凡夫族子不認識的話 就看看就算啦 耳機咪的背面呢 就印了XRAN 它是公司的LOGO 那它耳塞的背面呢 就有白色和紅色的一點啦 白色就是左邊 紅色就是右邊 有耳機咪的那邊呢 就代表右邊 那呢 耳機就是3.5mm頭來的 那你們也看到啦 3.5mm頭那裡 也有一個XRAN的LOGO 那好啦 剛剛已經開箱啦 簡單說了它的規格啦 現在就來試戴啦 其實就眼看 它的耳塞的大小也是不適合我的 因為我的耳孔真的非常非常非常小 你們可以看到啦 它的耳塞的大小跟我的半隻 尾指頭是差不多大小的 那其實對我來說也是偏大的啦 戴了下去之後呢 因為它太大了的關係啦 其實也會慢慢地走出來 真的 我的耳孔真的很小 那剛剛呢 我都給了Felix試戴啦 那它也說 對它來說是舒服和實的 戴了上去之後呢 其實它的隔音效果是真的很好的 小小一定比Apple耳機先好 事不宜遲 我們嘗嘗來聽歌啦 我在Apple Music找歌聽 聽林俊傑的 只要有你的地方晚安版 因為它這個那個專輯呢 是用特殊的咪去收音的 那那個歌曲的效果就是 你戴著耳機的時候 它會好像在你旁邊走來走去的唱歌 在你耳邊這樣唱歌 那我就嘗嘗用這個耳機聽 有什麼感覺啦 聽不到你的迴響 還真說不出 我拿著 好啦 那聽完這一首用特別的咪去製造的歌 就聽一首正常我們會聽到的歌啦 我發現有兩首都是聽慢歌 我決定找一首快歌 Roon 5啦就 我們來聽Sugar Roon 5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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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試完它這個橙色的耳塞之後呢 我就試完它這個黑色的耳塞啦 咦對於我來說 這個黑色的耳塞呢 可能它軟一點的關係啦 它是比較 符合我耳朵的形狀的喔 那我一邊戴橙色 一邊戴黑色這樣試一下聽啦 咦 咦 我剛剛短暫的比較一下 戴黑色的耳機呢 在一首歌裡面呢 歌聲的聲音呢 是會比較突出的 但是這隻橙色的耳機呢 它的背景音樂聲啦 那些Bass的聲音呢 就會比較重的 我自己覺得呢 慢歌呢 用黑色這個耳塞聽呢 真的好聽得到 因為慢歌呢 比較注重那個歌聲的聲線的嘛 對啦 那譬如我聽JJ的歌 我當然是聽他的聲音的啦 那我自己呢 就應該會長期都是用這個黑色耳塞 它始終就比較適合我的耳朵型啦 而且我喜歡聽慢歌多一點 好啦 是時候就要用Apple耳機來作個比較 我會戴Apple耳機聽剛剛聽過的三首歌 那其實呢 一播就已經覺得感覺差很遠的了 那我剛剛用Ariel耳機的時候呢 聲音呢 到這裡已經很夠了 那現在我用Apple耳機呢 讓我看看我要多大聲才夠 那大概一個Double左右啦 好啦 在用完這個耳機之後 再聽回Apple耳機呢 那個感覺是 有點失落的 我猜不到我 密密守護了這麼多年 這個是密密守護了我這麼多年的Apple耳機 是可以差那麼遠的 在聽歌的音質上面 那其實呢 X-Round它還有出一個產品 叫做X-Pump 那如果它的耳機再加上X-Pump 再聽的話呢 聽說效果是會好...好多的 那這次X-Round就沒記到他們的X-Pump給我試 那我也沒辦法跟大家說 那個感受差別在哪裡 哇 事不宜遲 去到我們重頭戲 算不算重頭戲呢 我要試玩一手機吃雞 我就這樣聽那個BGM呢 可能因為這個是人聲的耳塞 BGM聲有點... 有點軟的感覺 對啦 用回橙色的耳塞 去玩遊戲應該會好一點 去玩遊戲應該會好一點 我自己覺得呢 它的方位那邊的聲音都不錯 那些人在我旁邊跑過 好聽到 它在哪邊跑過去 哪邊 遊戲的背景聲音都做得不錯 嘩 彈膠 只有一支手槍而已 還有shotgun 我聽到附近有人跑步了 好明顯啊 超明顯啊 咦 進來了 跑了一兩跑 他看不到我啊 嘩 現在突然很不懂得用這個遊戲 嘩 我倒了它啊 我很久沒有玩手機PG 然後倒了它 OMG 嘩 真的聽得很清楚 如果有玩這個 手機吃雞的朋友的話 會適合你啊 這個耳機會適合你啊 好啦 我也免得 畫面太長了 因為我以前也試過用Apple耳機去打 手機PG 那聽聲呢 是遠遠不及這個耳機那麼清楚 完全是超驚喜的 超驚喜的 超驚喜的 不過我現在也很少玩手機的PG 因為有電腦遊戲 當然是玩電腦遊戲的 所以現在我們就去試電腦的遊戲 就插一插個小插曲 我在拍XRUN 我不斷說XRUN 和不斷說XBOM 他居然就 彈了XBOM的廣告出來 媽咪啊 Google真的在監聽我們 有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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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這裡 嘩! 聽聲真的很厲害 不見了 Jimmy 有腳印嗎? 沒有 我剛剛的而啟看見他進了房間 幻覺 不是啊 通常有幻覺都說自己沒有 有聲 嗯 接下來 指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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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邊 指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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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RCSTAR 出 小心 有人!有人! 金甲金甲 有隻直甲,隔壁 這裡 還有一隻 還有兩隻 差一隻,Siri 好貴啊 剛剛已經用了這個耳機去試APEX 講一下遊戲中的遊戲感受 其實背景聲音會比較小聲 我覺得 大家如果有玩APEX都知道 APEX將敵人的腳步聲是 已經偏向大聲 我用這個耳機是可以更加聽得清楚的 而且我可以教給平時聽開的聲音 再細一點 都可以聽得很清楚 我自己覺得 它在APEX裡面的聲音的方位 是沒有用手機吃雞那麼清楚的 我相信如果用了X-Pump的話 是會好一點的 但是 就這樣用這個耳機的話 其實它的方位跟APEX的耳機差不多 不過它不同的耳塞 有兩種效果 真的給到很大的驚喜 因為我完全沒有想過它是差別這麼大的 我剛剛說用黑色耳塞 去聽人聲是比較好聽的 我是不知道這兩個耳塞的分別在哪裡 我是之後再看資料 我才知道的 即是我在不知道的情況之下 但我也聽得出這兩個耳塞的分別 我覺得這件事是它做得很好 對了 我這個這麼不專業的開箱分享 就到此為止 希望大家看得喜歡 幫到大家可以認識這個品牌的耳機 那好吧 我們下次有機會再開箱其他不同的東西 我們下條影片再見 未訂閱我的話可以訂閱我 如果喜歡這條影片的話可以按個讚 分享出去 或者留言給我分享一下你的感受 那我們下條影片再見 拜拜 拜拜 觀看